台中的雾峰跟大理 最近有十多户名宅 他们的一金电视都被人偷走了 远景追查才发现 有一对男女涉嫌偷窃 那么原来这个女子都已经怀孕 即将要临盆了 那么进一步了解呢 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 当时呢这一对情侣才因为领解的时候 男子骑车落跑 女子跳水沟被逮了 日前焦宝居然再度偷窃 那么马上就要生孩子了 将要戴罪服刑 大白天情侣骑机车 来到店门口展开偷窃计划 就在观察 这副已经准备要带走的动作这样 男子鬼鬼祟祟入内偷窃 女子大夫便便门外把风 深懒腰外加左顾右 判神情自若 一点都不像即将领盆的孕妇 要离开的话 一条还没有剪断 还要再重新再剪一次 男子为了加快偷窃速度 还自被剪刀破坏门窗闯入民宅 台中雾峰大理等地区 至少13户民宅遭殃 男子为了嚣张 还把这些偷来的易经电视 全部卖给了跳蚤市场 其中一个女孩子 她有大肚子 这个有七八个月的生孕 蛮明显的 所以我们有针对这个特征 来加强来做一个盘查 警方进一步发现 这名千颗累累的孕妇 七月底和男友碰上领检 结果男友骑车逃逸 孕妇情急之下跳水沟落跑 扭伤双脚背带 当时获救平安无事 她本身因为交保 可能没有工作 那没有工作可能是 也没有一些谋生的能力 那可能就是借由脱窃来 争取这个 她平常的生活贵者 没想到两人恶性不改 继续行窃 还变成是男友向朋友借的 一次偷了十多部易经电视 这名孕妇下个月就要临盆 和男友四处犯案 日前交保又在偷 将带罪进奸牢生产 最近我们廉家庆台中采访报道